山姆店的那种酥皮大芳芙你们都吃过吧 今天我来做个家庭版的 像我这种新手小白都是一次性过的 黄油我切成了小片 每次用的时候特别方便 烤箱调到发酵过来 等一下来软化那个黄油 把黄油直接放进去 把低筋面粉筛进来 耗福的这个脆皮没有什么基础含量 稍微把它整圆了 然后拿到冰箱里给它冷藏半个小时定型 黄油牛奶煮到未费的时候 关火倒入低筋面粉盐还有糖 炒到面粉抱团 然后再开小火 继续炒个一分钟 这个时候的面糊状态是特别的光滑的 就可以离火了 稍微冷却一下 这里我们用到两个鸡蛋 必须要用常温的 这样蛋会不会油水分离 面团还是温热的时候 分色加进来蛋液 记得每次把蛋液加进去的 都是要充分地把它拌匀了 你们要根据自己的面糊状态来加这个蛋液 直到看到这个面糊用刮刀提起来的时候 成这个倒三角的状态就可以了 不用加了 好像一定要预热到位再放进去 稍微焖个20分钟再拿出来 这样会更加的脆 小心手 哦 消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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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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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